在游煎猪扒发出的滋滋声响 但还有画面里不能够呈现的香味 港式公仔面加上煎得金黄香嫩的猪扒 这是香港人在熟悉不过的家乡味 要吃到这样的美味 在板桥的巷弄中就可以找得到 只是这样的美味真的是太小看 隐身在厨房料理的大厨舒俊豪 他从16岁拜港点品师两百元为徒 借着好手艺在竞争激烈的港点市场中 坐稳大胃 而想要吃到台湾味的港点美食 现在他就是这一家火火餐厅的经营者 因为都是手工现做 所以我必须要把最好的 然后又没有过多的调味及一些添加物 所以我觉得把一些经典的烧麦 虾饺 虾饺 萝卜糕 菠萝包这些 让它很简单 然后又可以代表港点的东西 港式点心从烧麦说起 在这里都是现点现做 少掉油腻的重口味 除了保留港点的精致做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食材新鲜 保证能吃得到最鲜美的滋味 我觉得餐厅不要让人家进来有压力 那进来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就很单纯的享受师傅做的点心 而且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都是亲手做的 那绝对是安心新鲜有保障 港式鸳鸯 动名乐 动名红 好吃好喝的港点 通通在这里能够吃得到 苏俊豪开餐厅 先得拿掉光鲜的大厨光环 因为最想要的是好好地做食物 和大家分享 其中包括自己最心爱的家人 光是要做猪扒包 或是脆脆猪的软发面包 还有大家熟悉的菠萝包 光是面团发酵就要6个小时 那像我们的面包类 我们就是没有放泡打粉 那我们就是天然酵母 那天然酵母就是必须要 非常长时间的发酵时间 现在的人一定要吃得健康 那还有我自己的小朋友 也喜欢吃破落包 那我觉得说 这才是我想要传达的 我希望这家餐厅唐卜虎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这是自己的厨房 那可以来这边吃 也可以吃很健康很安心 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在这边吃 大厨隐身巷弄中开业 有着对料理的坚持和理念 要把所学超过数十年的港点经历 带回自己的老家板桥 给大家少油少盐 却能保有港点精神的好滋味 中家新闻林立如刘凡刚 板桥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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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